本土疫情相当严峻 全国各级学校停课延长到6月14号 但是教育部累计 全国的学生确诊人数 似乎没有因为停课而有所趋缓 国内学生染疫累计已经是210个人了 而其中本土就占了200个人 光是26号当天就暴增了47例 再创单日确诊新高 而其中国小学生一天之内 从29人暴增到43人 单日新增总确诊数 再让爸妈质疑 小朋友不是都停课在家将近半个月了 怎么确诊数不减反增 就有网友提出了质疑 如果只停课但是不停班 上班族回家然有可能会把病毒带给小孩 所以停课似乎没什么意义 姿勤在家上班 妈妈变成superwoman 边跟公司开会还要哄小孩 国内疫情不见好转 就怕把病毒带回家 爸妈干脆在家办公 但不是所有上班族都这么幸运 交付传染时间 就是把东西就带在办公室 那可能就带更多东西回来 全身上下衣服啦 头发什么都 确定都要再喷银吃 他才可以跟小朋友接触 就是消毒 我们必须要请他做得非常非常的彻底 家长会担心不是没有原因 翻开教育部统计学生确诊案例 截至5月26号为止 学生染疫数累积210例 其中本土就占200人 大专院校生占了74人 其次就是国小生 短短一天内从29人暴增到43人 单日新增总确诊数再创新高 国人忧心 小朋友明明都停课在家 怎么确诊数不减反增 网友在PTTPO文提出质疑 觉得政府不停班 只停课的政策很奇怪 上班族在外把病毒带回家 感染给小孩 这样停课根本没意义 不停班难道只能靠自律 一个不小心就把病毒通通打包回家 最主要是家庭内的一个亲密接触 那这有没有停班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形 因为就停学停课都不会都不会因为这样子而亲密接触 就变成那个传染就变成没有 目前停班争议无解 爸妈在外工作爬爬灶 只能把防疫措施做到好 避免成为家中的隐形代言者 解台北综合报道